大家好,又到了茶余饭后的时间了 今次给大家什么手工呢? 大家看到我的台面有这幅很有趣的作品 这是七仙嫖虫 今天我们做这个七仙嫖虫 我们都用什么材料呢?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张有一片素叶 在上面印着一片素叶的圆形纸 然后我们要准备核桃 我们要粗便这个核桃皮 我们要两粒核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要这种颜料 有红色、黄色和黑色的三种 如果家里没有这些颜料 我们都可以准备三种颜色的柔杏笔 有红色、黄色和黑色的 然后我们可以准备白胶浆 或者用形容胶也可以的 还有我们也准备一支刷 因为我们要刷核桃皮 好了 现在我首先要做那个 嫖虫的臂部的花纹 我先用这些颜料先刷核桃皮 我现在用红色的颜料 我们先将它的颜色全部涂在红色 因为核桃皮 勾脱不平的 我们刷核桃皮 那时候我们尽量将它不平的地方涂满了 颜料 或者用柔杏笔也有涂满了颜色 让颜色更加均匀 和很美 让它选一个很真实的颜料 我现在已经涂好了 涂好了一个很快的 好 我们先在旁边让它干了 好 好 现在我这里有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的 四颗 有三颗红色的 有一颗黄色的 有一颗黄色的 接着我们就将核桃皮摆位 那我们想是 将那个有煎的部分 那个核桃皮 有煎的部分 我们就当那个七星嫖虫的头 那圆的那边就做七星嫖虫的米 那我们就这样 好像这里 我们放四颗七星嫖虫 接着我们打开那个液溶膠窗 让它液了之后 或者是我们用万能胶 或者是用那些液溶膠 白红浆都可以 切在上面 好像这样的 好像我现在 我不记得开了 我现在用白红浆 旁边黏了这些 接着我们放在我们之前的刺激的位置 我这个呢 我放在这个 最中间的位置 接着我其他呢 都是用白红浆 或者是万能胶都可以的 我放在这个位置 可以了 那你们选择那个核桃那时候 尽量选择圆一点 或者太过尖 你们可以磨一磨它 让它有点光滑一点 圆一点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尖 那个位置 我这一只呢 放在这个位置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拿一只黑色的笔 接着在那个核桃上面 最中间的位置 画一条线 画一条黑色的线 画一条黑色的线之后呢 我们在那个最中间的位置 画一个黑色的十圆 十心的圆 十心的圆 黑色的圆 接着呢 我们在 中间这一条线的两边呢 各自画三个黑色的圆 都是十心的 最好呢 那最好呢 我们那个黑色的圆 呢 两边是对称的 那我现在画好了 想哪个点点 接着呢 我就画头 那在那个核桃的尖的部分呢 我们画一个半圆 画了一个半圆之后呢 在头顶的部分呢 画一个弯弯的 接着有个点 圆点点 作为那个七仙嫖虫的那个 竹角 接着在旁边呢 分别画出来那个小脚 然后呢 我们另外三个呢 另外三个都是这样画 在核桃的中间的位置 画一条黑色的线 一分为二 那在中间的位置 都画一粒 十心的 黑色的鱼 那旁边呢 都是画三粒 黑色的 十心的鱼 然后呢 然后呢 都是前边 那个尖的位置呢 我们画一个半圆 作为那个七仙嫖虫的头 然后画一个弯弯的 逐个 另外两个都是同样的 在中间的位置 画一条线 一分为二 然后 中间画一个 十心的鱼 两边都是 分别画三种 黑色的十心鱼 黑色的鱼 上下这个 都是 在中间的位置 画一个 一条黑色的线 一分为二 然后中间画一个圆 十心的黑色的圆 两边都画黑色的三 分别画三 好了 那我们就一副 七仙嫖虫的 作品就完成了 是不是都挺好玩的 那大家是不是都没有想到 原来我们 那些核桃皮 都可以做出 那么 好玩的作品 是不是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那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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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